第七十章 所以,其实那个女子的事和公主是无关的,但毕竟两个与她有关的人都死得不明其妙,不明不白的,还,还被人说成是天谴,也有人说是那个女子冤魂索命。 我想,公主心下或许因此而大为烦躁,再加上九篮柴又丢失了,公主才会气急之下,救急又烦。 而且,这回可真是并赖如山倒,淑妃都带着宫中好几位太医来看过了,依然不见其色。 如今,我们公主府的下人都是心急如焚呢。 嗯,那调查昨是进出这个库房的人了吗? 昨日九栏拆放入库房之后,便再无人进出了。 那么,门口把守的两位宦官是否已经查过了? 是,第一时间搜伸缩房间,并无所获。 其实,虽说他们可以两人一起坚守自盗,但公主因近日睡不安稳,是一家派了人守候在门外。 厢房门口的宦官时刻处于旁边侍卫,宦官侍女们的目光之下,并没有进去的机会。 皇子侠略一沉吟,蹲下研究了箱子一番。 普通的蒸木箱,外面漆成红色,用黑漆描绘着吉祥花纹。 里面是原木板,它将箱内各个角落都敲过了,并无异常。 然后它又取过那个匣子,打开来仔细检查了一番。 这是檀木的盒子,雕工惊喜,描绘着四季花草,一看便觉得里面的东西应该不凡。 它仔细查看了盒子内外,一枚发现异常。 这把钥匙呢?公主一直都放在身边吗? 是的,一直都放在公主床头的抽屉中。 公主这几日睡眠不安,我们都候在殿外,上半夜下半夜的都有几个人守着。 若有人进入公主室内,必定要禁锢我们的。 嗯,那窗外呢? 公公您看,齐云阁是在高台之上,公主的寝处和厢房库房的窗外都是几丈高的地方。 谁能沿着这样的高台爬上来,跃窗而入偷东西啊? 黄子侠闻言便走到了窗边,推窗往下看了看。 高台凌空,整个公主府进入眼帘,甚至还可以看到小半个永家方。 高台之下是水波般的荷欢花,浓浓淡淡的粉红色层层扩散,如同水波一般。 而齐云阁就像粉色水波之中的蓬莱仙山,高阁凌云,美轮美奂。 这么高的台,唯一能进入的地方就是外面的台阶,贴着台身三度转折,呈枝子形而上。 童昌自有身体较弱,为何要住这么高的地方?走上来也比较累吧? 公主怕热又怕冷,这边夏日风大,冬天整日都有阳光,而且离地较远,士气较少。 太医说对公主身体有利。 至于台阶,公主若累的话,直接将小轿抬上去也是可以的。 黄子霞点头,示意洛佩将东西原样收拾好,三人出了厢房。 李叔白站在隔前的空地上,俯看下方。 而黄子霞进去看望同昌公主,谁知进去时,只见她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。 沙帘重重垂下,悬挂着金丝银编织的如意节,象牙席的四脚,压着四个奇乐飞天和田玉席阵。 同昌公主躺在金碧辉煌的高阁中,繁花樱落之内,却只是沉着身子,面容苍白,气息幽微。 垂珠站起来,向黄子霞行礼,带着她到了外间。 公主昨夜未眠,今日困倦了,她睡前吩咐说,公公尽可在府中调查,务必将九栏柴找到。 说到这里,垂珠眼睫朝下,眼中水气湿润。 唉,公主是太伤心了。 就算九栏柴是稀释其真,毕竟不过是一只钗鹅而已啊。 可我们怎么劝,她都一直觉得这钗与自己秀妻相关。 十一觉得,若潘淑妃取走了这钗,她,她也将被潘淑妃带走。 我知道了,嗯,近日你们要细心留神,毕竟…… 毕竟,黄子霞还记得自己在张行英家中看过的那张画,除去已经应验的前两幅涂鸦之外,已经只剩下第三幅了。 若同城公主真的成为飞鸾铺灼的那最后一个死者,以皇帝对她的宠爱来看,恐怕整个长安会掀起一场巨大波澜,到时候绝难轻易平息。 锤珠转身回阁内,守着公主去了。 黄子霞走到李树白身边,却发现她正看着荷欢林中某一处。 她还未出声,李树白已经转身,向着下面走去。 她匆匆瞥了一眼,只看到雨萱站在荷欢花下,手中握着一个东西,一动不动。 只是离得太远了,她看不清她面容上的神情,一看不清她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。 李树白已经走下台阶,黄子霞强迫自己回头,跟在她的身后,下了七云阁。 他们沿着高台的台阶而下,偶尔转折之间,她可以看见李树白的侧面,凝重而沉静。 黄子霞不知她这是为了谁,还在犹豫之中,李树白忽然开口。 如此看来,要进入库房偷盗,又要打开这个箱子,将东西原封不动取走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 嗯,必定有办法,只是我们还未曾知晓。 这个办法,或许对于我那张符咒,也会是恩。 李树白说着,停下了脚步,转头看她。 嗯,是否适用难说,但我相信,不论是王爷那张符咒,还是天窖霹雳,烧死罪有应得的人,亦或是死在铁桶般屋内的人。 每种古怪的事情,都必定有其方法,只是我们尚且不知而已。 李树白的目光,定在黄子霞的身上,台阶之上,长风自他们身边流过,他打量黄子霞许久,才说。 对于此案,你反应颇为奇怪。 黄子霞诧异地看着他,不明白他指的是哪个方面。 比如说,铜昌公主的九栏差被盗,你却似乎对她的安慰更加关心。 有什么事情,让你觉得她的预感是对的,九栏差真的会关系她的性命。 知道李树白指的是这件事。 黄子霞在心里,暗暗松了一口气,忙说道。 啊,这事儿,我这样请示王爷呢,是否需要拜访一下恶王? 有关恶王什么事? 上次那场鸡居之后,啊,就是围驸马出事的那一次。 因招王想吃骨娄子,我们同去张行英的家中,见到了他家共在堂上的一幅画。 嗯,据说是张行英的父亲当年进宫为先皇枕脉时,受刺的一张玉饼。 恶王当时看见那幅画,神情便异常奇怪。 您现在收听的,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,《三中路》。 此画与此案,又有什么关系? 这幅据说出自玉饼的画上,一共有三处分布布匀的涂鸦。 第一幅,画的是一个男人遭到雷击,受焚烧而死。 第二幅,是死于铁笼中的一个人。 而第三幅,则是一只巨鸟自半空中飞扑而下,灼死了一个人。 所以,根据前两个人的死,你认为,童昌公主或许会是第三个? 是,当时我看到时并不在意,但此时想来,此画或许与此案有着莫大的关系。 李书白转身,继续向下走去。 那幅画,确实出自于玉饼。 不知,但我看到画的质地是蜀具黄麻纸,这张平斩厚实,无样到真相是少用的。 嗯,但我接触宫中事物较少,并不敢肯定。 蜀具黄麻纸是宫中用来书写的,若是作画,蝎黄一般喜欢用宣纸,或者白麻纸,怎么会用黄麻纸? 而且,那画近似于涂鸦,岂是只是三块墨迹,谁知道是助于谁手呢? 而且,看来作画者也只是线手乱图,所谓的三种司法,全都只是我们几人想象异策的。 你去办你的事吧,我先去驸马那边,顺便让大理寺的人去取那幅画,看一看究竟是不是父皇的御笔。 李淑白说着,转身便要走,耳边听得黄梨叫声,滴溜溜如朱玉圆润。 它微微抬头,看向树梢,有两只黄梨鸟正在枝头相对而鸣。 偶尔互相摩索翅膀,跳跃间,枝头的荷欢花便一簇簇如丝绒掉落,一派以泥。 她的目光,顺着荷欢坠落的轨迹,又落在黄梨霞的面容上。 那朵花,不偏不倚,落在她的变法边。 粉红的花朵,映衬着粉白的脸颊,颜色生动,令她不由地目光停滞。 见她抬手,接住那朵荷欢花,心事重重的模样。 在想什么? 嗯。 目前接触到的这三个案件,与公主府都有着四远四近的关联。 如今两人死亡,驸马受伤,但到目前为止,基本毫无头绪。 我担心若不及早破案,万一公主真的出了事,恐怕绝世将难以收拾了。 我知道,你不必急躁,实在不行,自有翠唇战帮你收拾残局。 皇子侠在心中,同情了一下崔少青,点头。 皇子侠在落被指引下,前往厨房寻找昌仆。 昌仆又在制定明日府中的菜单,正吩咐几个厨娘和杂役。 公主今日身体不适,口味必须要清淡,鸡鸭鱼肉必须着减,补血液气的,一定要有四种。 前日说了公主喜欢枸杞牙,怎么还不见你们去采买? 杂役们唯唯懦懦,也有人烦恼道。 哎呀,枸杞牙是当季的才好吃,已经都老了,以时也难找。 我不管,公主说要什么,你们要是弄不到,明天我一个个掀了你们的头皮。 洛佩在外面叫她,她回头看见他们,才挥手是一几个人散了,一边站起来,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。 杨公公,来找我有事吗? 黄紫霞走到室内,在她对面坐下。 前次过来,请教了姑姑几个事情,如今还有一两点疑问,还请姑姑示意。 还是魏西敏的事情,我当时真的只是与她口角一次而已,府中与她吵架过的人,又不止我一个。 前月追遇,不就是和她大闹了一场? 不,我并非来问这件事。 那,不知公公这回想要问的是什么? 请问姑姑,你上次那零零香的来历,是否可以对我从头至尾说一遍? 和那零零香,有什么关系? 嗯,这个我不便说,我也是奉大理寺少卿,崔少卿之命,前来问话的。 是,是公主府外一个人送给我的? 不知是什么人呢? 昌仆摇摇唇,但终于还是说。 前机车马店的老板,前官索。 皇子侠没想到,那个矮胖的老板,前官索,居然与王府中的厨娘有关,双眉顿时皱了起来。 魏西敏因讨要零零香,而与厨娘仓仆口角。 在孙赫子死的屋内,王韵闻到了零零香的气息,而前官索刚好是撞开孙赫子那个房门的人,同时也是贩卖那匹让驸马摔伤的黑马的人。 这一切,到底以什么串联起来的? 期间,那条现在还看不见的线索,到底是什么? 昌仆姑姑,请恕我打听您的隐私。 您是公主府长善的,而前官索是车马店的。 呃,似乎风马牛,不相及。 是啊,我们也是年初认识的。 他低头,用手指在桌上画着,显得有点窘迫。 那,那是他手下一伙人在公主府修膳下水道。 因厨房的水道最多,我与他商量过水道分布,便由此相识了。 他,他胖是胖了点,矮也是矮了点,但为人很好。 他们在这边干活时,我有一次走了不小心,陷到了泥浆里,就是他把我背出来的。 他还打了水,帮我洗干净了鞋送回来。 黄子霞看着他面容上,微微的红韵,不由地提醒他。 钱老板这个年纪,家中应该有妻有子了吧? 是,他家中有妻有妾,还有三个儿子。 黄子霞便也不再说什么,只问,那钱老板把零零箱送给你,然后按府中规矩,你便先承给公主过目。 谁知公主,却将他赐给了魏西敏。 是啊,结果那个魏西敏贪得无厌,我总共就那么点,他却以为我必定给自己留了一些的,过来讨厌。 我说没有,他就映向我要钱老板的地址,说,说什么去找我相好的要业一样。 张仆说起这话,脸色还是气得通红。 这是什么鬼话,知道的还以为我和钱老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 张仆姑姑,你也不要太生气了。 嗯,实则,我觉得魏公公的猜测也有一定道理啊。 嗯,零零箱十分的珍贵,谁会知道钱老板如此慷慨,居然会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呢。 废话,我帮他那么多次,我自己也是冒风险的。 说到这里,他喉口卡住,似乎觉得自己不应该将这件事宣之以口,但话一出口,也无法再收回了,只好懊恼地坐在那里,不再说话。 黄子霞望着他的眼睛,没说话,却一直看着他。 昌仆在他的凝视下,叹了口气,不得不开口说。 前老板有一次对我说,他早年间有个女儿,如今若还在的话,也有十七八岁了。 可惜,当初他带着妻儿逃荒到长安郊外时,一家人饥寒叫破,实在没办法,只能将当年仅有七岁大的女儿给卖掉了。 换了五名钱,就靠着这五名钱,他一家人得以活命。 他也靠着贩卖草料起价,后来又遇上了贵人。 到关外联络到几家大马厂,如今生意越做越大,三个儿子也相继成人了。 可惜啊,他说此生亏欠最多的便是自己的女儿,但恐怕是再也寻不回来了。 此事应该去找货部打听啊,怎么会找上你呢?